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62集 压起来 云宗大地轰鸣 一处处的冰屋坍塌 更有大量的冰水从这云层内洒落大地 上面所有的北脉弟子一个个都呼吸急促 更有不少飞出后 看着那失去大拇指的战神冰雕全部傻眼 短暂的寂静之后 比之前还要强烈的喧嚷声 怒然爆发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植物 天哪 我北脉到底怎么了 这段时间怎么连续出现如此事情 先是置换单 然后是战神都掉了手指 就在这哗然不断传出时 云雷子与风尘等人 此刻已经身体颤抖 神色变化 一个个目中露出疯狂 更有无法压制的愤怒 滔天爆发 白小春 一定是你白小春 怒吼惊天动地 云雷子与身边的天人 此刻彻底暴怒 在这咆哮中直奔白小春的巫蛇 急速冲杀过去 不但是他们如此 四周那些云宗修士 在听到天人的怒吼后 也都一个个目中露出猙獰 急急看向白小春所在的去 该死的 一定是白小春干的 这就是个祸害呀 祸害了我们云宗弟子也就罢了 他居然还祸害了我们云宗的战神雕像 杀了白小春 在这众人咆哮 天人杀来的同时 白小春在其屋舍内 此刻呼吸透着紧张交集 看着眼前的月亮花 在吸收了外界惊人的寒气后 那些寒气随即涌入他 嫁接上去的树叶内 使得这片树叶 瞬间就有近乎七成区域 直接成为了寒冰 可以想象 若给白小春足够的时间 他可以很快做到女婴的要求 让这片树叶彻底成为冰叶 可现在却来不及了 外界的咆哮与呼啸声让白小春心头狂颤 他一把将那树叶取下收好 同时立刻向着月亮花传出意识 快快变回种子 这月亮花不用白小春开口 他已察觉到了生死危机 瞬间所有根须枯萎 花朵枯萎 枝杆枯萎 似将一切生机都凝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枚与之前有很大程度不同的种子 白小春来不及查看 立刻就将这种子收入除袋内 就在他做完这一切的瞬间 一声惊天轰鸣 直接就在他屋舍外 木然扎开 砰的一声 白小春的乌舌 直接就被一股大力 悍然轰开 四分五力中 白小春有些狼狈的倒退 急速躲避以后 他看到的是这四周 无数杀气腾腾的云宗弟子 还有就是云雷子与冯臣等人 那好似要生吞了自己的 嗜血疯狂的目光 白小春 你找死 云雷子狂吼 随着白小春乌舍的崩溃 他也看到地面上的巨大的窟窿 以及四周枯萎的月亮花 卖之换丹之事 我没杀你 你居然还敢动我被卖根基 白小春 今天你一定要死 冯臣也都气得目中杀意惊天 直接就一晃 直奔白小春 出手就是其杀手剪般的神通 洪明节 白小春气息急促 快速避开后 他也憋屈愤怒 大吼一声 北脉 你们莫非要判处通天大陆吗 错 我来了这里后 你们就针对我 原本只是约法三丈 我忍了 可我卖丹药后 你们又约法四丈 如今我种了花草而已 我触犯了哪一条约定 白小春 理直气壮 狂吼起来 他此刻也豁出去了 实在是在这北脉 他也难受得很 想要对我出手 不必去找一些借口 白小春修为忽然散开 苍穹浮现他的巨大面孔 气势全面爆发 云雷子与风尘也是头痛 他们二人忧苦说不出 只觉得这白小春难缠到了极致 尤其是冯臣 更是觉得 当初自己的约法三丈 完全就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实在是 他当初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白小春的祸害能力 绝非一个约法三丈就可以阻止的 甚至 在那约法三丈的压力下 却有更惊人的爆发 而最让他们觉得纠结的 是这白小春言辞犀利 身份又特殊 他们是杀也不是 不杀吧 又难解心头之恨 这就让北脉 这几个天人心头的憋屈 不比白小春少 甚至心底都后悔了 早知这样 就不险足白小春 而是让他赶紧离去猜对 不但是这几个天人心底纠结 四周的云雷宗弟子 一个个怒视白小春 可心中也都在哀叹 对于白小春这里的南产与祸害 他们算是清晰的感受到了 都是封尘老祖的错呀 他是雷宗出身 所以把白小春陷阻在了云宗 这是不怀好意呀 没错 这白小春让他去雷宗吧 放过我们云宗吧 我们的战神都少了一个大拇指了 云宗修饰一个个悲愤 法不择重 此刻此类声音也都没有忌惮 传了出来 逢尘听到后 面子顿时难看无比 对白小春的恨也是越来越多 眼看僵尺 就连北脉的半身 也都在那水晶棺果内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后 长叹了一声 揉了揉眉心 对于这白小春 他也都觉得头痛不已 偏偏这白小春所说的 都占据道理 他的的确确没有触犯约定 就不该给他什么约定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这白小春说不准 还会弄出更大的风波 北脉半身皱起眉头 有心让白小春滚出云总 可这句话却说不出口 毕竟之前 北脉强行限制 如今又让其离开的话 此事传出去 北脉就丢人了 想到这里 北脉半身目中寒芒一闪 这一次他没有降临云宗 而是传出了他的法旨 从此之后 约法五章 不允许在我九天云雷宗 种花 种草 养兽 养鬼 炼器 炼丹 种一切 养一切 炼一切 什么都不行 这声音如天雷回荡 轰鸣整个宗门时 云宗修士 以及北脉天人 却没有了之前第一次时的感觉 此刻一个个都心头发愁 他们可以想象 怕是用不了多久 还会有约法第六章 第七章 而每一次 都是在白小春找到突破口后 他们再来疯死 这么下去 在所有人的预感中 怕是用不了多久 不是白小春自己把自己给弄死 就是北脉彻底把他给玩坏了 北脉众人对半神这个法指心有不满 白小春一样不满 他觉得这北脉太过分了 这一次又给自己约定多了一张 白小春身情变换 狠狠一咬牙 他这一次算是真的豁出去了 抬起头正要开口 争取让那半神心烦之下 让自己离开北脉 可就在这个时 半神的第二道法指 也如天威般轰然降临 通天侍卫白小春 虽没有触犯约定 可却毁云宗根基 此事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 将其拐押雷宗雷狱 限制全部自由 其限制通天使者离开之时 如有反抗 格杀勿论 法指浩浩荡荡 传遍宗门 白小春着急了 连忙开口高呼 可他呼声才传出一股大力 直接从水晶棺果内爆发出来 化作一只巨大的闪电手掌 不管白小春愿意不愿意 一把将其抓住后 直接就送入到了 被另一个雕像拖起的 无际闪电黑云中 当大手消失时 白小春的身影也消失不见 云雷子等人眼看着一幕 顿时神情振奋 风尘也是眼睛猛的一两 更不用说那些云宗弟子了 在听到半身这个决定 以及看到白小春的下场后 脸上露出狂喜 终于走了 雷宗雷狱 就算是半身修为 在内也都要承受天雷 尸刻轰击酷刑 这白小春是自嘲的 早就该如此了 云宗欢呼 云雷子与风尘等人 也都松了口气 看向黑色雷云时 嘴角都露出冷笑 你就算是有翻天之能 在我北脉也要低头做人 云雷子目中讥讽 心中更有快慰 与此同时 水晶棺谷内的北脉半神 眉头也松缓下来 看了眼雷宗黑云 按道这样去处理 一方面不注意了北脉的威名 另一方面他不信 那白小春在雷老内 还能干出什么大事出来 毕竟那北脉雷雨 当年可是关押过太多重犯 如今虽大都空旷 可就算是半神在里面 也都要饱受折磨 更不用说天人了 这样就能消停了 半神老祖闭上了眼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